这两天呢,我一直是在国道210上面行驶 国道210,它北起内蒙古的包头 南呢,到了广西的南宁 全长是3097公里 它一路上经过的有内蒙古,陕西,重庆,四川,贵州,广西 这六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10国道,我现在是在汉中段 汉中段的西乡,西乡境内 西乡是产茶叶的,产茶的一个大镇 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天保年间 我们都知道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美人杨贵妃 他喜欢吃荔枝 当时呢,荔枝运到四川的福林以后 从福林往长安运送的时候 走的就是现在这条路 那么我现在的这个方向 我在一直的往南,一直往南走 就到镇巴了 过了镇巴以后,就进入四川的万元 这两天我走的比较慢 今天还不知道能不能到镇巴 慢慢走吧 反正也不着急 现在往南走的话还比较热 你看前两天我都穿上那种很厚的卫衣了 这今天又把这脖的T恤拿出来 就这还是感觉有点热 就那种很潮的感觉 湿热 昨天晚上住车的这个环境 后面就是茶山 哎呀,绿意盎然的 非常舒服 不过我现在准备要走了 要离开了 因为我今天打算去找一个凉爽的地方 有树荫的地方 然后把车停好以后 在那多待两天 不想趁这么热的去南方 开出来了二十多公里 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公路驿站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停车区 秦岭山里边的环境是真不错呀 还有小桥流水 这水里边还有鱼呢 这是那种红色的小金里 哎呦,好多 好多呀 像个小公园 你看,你看我来都跑了 都跑了 这环境不错 而且也凉快 假山 要不就在这儿住两天 Lucky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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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鱼 水里边有鱼 水里边有好多鱼 他在看鱼呢 他在看鱼呢 把小豆芽放下来吧 把小豆芽来抓鱼 咱们过到桥那边去看看 这一条小桥 哦,远处是一个解放牌 大卡车 哦,这车太帅了 走近点去看 原想着说 今天看能不能到镇巴 哎呦,这一路上 这好的地方太多了 走着走着就不想走了 然后我现在看到了 他 一个解放牌 大卡车 你说这车要是 改成房车的话 这就是一个移动的大城堡啊 咱们到跟前去看看 哦,这车 应该是一台古董了吧 放在这儿 是展览吗 你看 解放牌 第一汽车制造厂 这几个字 非常醒目啊 看 这是它整体的外观 这轮子 这轮子 哦,这轮子太大 这轮子直径有一米 你看 这轮子 这车高 目测有 三米五 三米五 但是 这上面写着有 禁止攀爬 汽车 那就 不攀爬了 这车厢至少有四米 哦,这车太帅了 你说谁要是 能把这车搞去 改成一个房车 哈哈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这是它的后边 后边有一个大备胎 上面还有个小窗户 这宽 这车的宽至少在 两米五到两米六了 古董啊 这还有一个专门 上的梯子 但是人家写的禁止攀爬 上了个梯子 应该就可以看吧 上去看看 那边有个梯子 我刚才踩着梯子上去 在窗户上看了一眼 里边有一张圆桌 还有几个小凳子 嗯 应该以前这个车是用来当酒吧用的 不过我觉得把它 要是改成一个房车的话 这这牌照 这得A2吧 A1还是A1 A1是大客是吧 那这车最起码得A2的驾照才能开 B照应该也可以吧 那我现在对这个驾照的规定 已经 不是很很清楚了 我只知道我那车 我的车在那 我只知道我那车C1就可以开 啊 这环境 这环境太好了 唯一遗憾的一点是 那个卫生间里面没有水 要不在这儿 休息会儿继续往前 再走一走 但是看到这种好的环境 我就不想走了 哈哈 反正也没什么事儿 旁边还有个村子 可以买到菜 不然今天 在这待一天吧 哈哈 拉克也喜欢这儿 你看 这个地方比较适合他 他喜欢草地 喝水不喝 咱们回车上喝水去啊 好吧 走 走上车喝水 走 回去给你弄水喝 他能听懂 口渴了 这小桥流水的 你别给我跳下去了啊 上车喝 走 上车喝 快上车 上车喝 快上车喝水去了